因为现在面对在疫情 这一波很多的民意反扑 或是所谓的民气可用 这个国民党是不是 对不对 一样也可以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跟民党拼一下 这个我要讲我自己 亲身接触到网军的经验 我记得非常清楚 2015年的1月份 我跟一个聚会里面 里面有一个民进党的网军投掷 那个时候2015年 其实包括我们在内 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网军 网军第一次大规模 有系统的进入到选举里面 包括带风向抹黑对手 如果大家翻开记忆的话 是201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 柯文哲对上连胜文 那时候连胜文整个被 丑化 无名化 就是从网路开始 好了 我2015年1月的时候 遇到的那个网军投掷 就是柯文哲市长 那个时候竞选班底 里面的主要一个 他就是负责在操作网军的 他那时候就得意洋洋的说 我们先把这一套用在2014的选举上面 当实验品 如果这一套是可以work 有效运作的话 我们就会运用在2015年 总统大选上面 后来果然就这样 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运用 就是蔡英文跟这个朱立伦竞选总统 2016开始 从此以后 民进党用网军来操弄选举 带风向 然后影响国内的主要的资讯的 这个走向 就开始越来越成熟了 那刚刚在讲 第一个国民党能不能复制 第二个是不是钱砸下去就可以 我要跟大家讲 国民党很难复制的原因 是因为那个砸下去的钱 绝对不是各位想象的金额 什么1450 什么几百万 不是的 为什么我们在政府里面 抓到这么多各个局处 各个部会的标案里面 都会出现那一种 很莫名其妙的政策行销案 或者是网路多媒体行销 为什么 整个政府加起来 有立委去统计过 高达几十亿 几十亿 都是网军预算 对 这些预算是怎么样包裹的呢 我跟大家讲 因为我过去长期在公务机关 他们什么包裹 我今天开一个标案 说我要政策行销 理所当然 不会当要正做行销 可是金额吓死人 超乎异常的高 比如说1450就是这样子 但是里面的工作 标案的工作内容 简单的要死 你只要跟我做几样 这件事就好了 加一个粉砖 人数也不限 点阅率也不限 比如说放传媒不就是这样吗 你帮我贴个粉砖 我就给你多少钱 然后用一些很简单 就达成任务的工作内容 然后标出去 那得标的人都是谁呢 当然都是绿油油得标 绿油油得标 好了 那得标以后 表面上你这一些 列在上面的工作 我就给你随便达成一下 点阅次数只有30次又怎样 按赞人数只有两个 一个还包括周玉寇本人 那又怎样 但是台面下多余给你的钱 你就知道了 那个都叫开口合约 就是我今天要你打谁 你就去打谁 我今天要你带什么风向 你就去带什么风向 所以你说当国家的资源 像国防部一样去养一个网军的时候 不要说国民党没有一个在野党能够复制的 过去柯文哲的网军也算强了吧 现在呢通通又被买回去啦 因为当时柯市长的那批网军就是民进党借给他用的啊 那柯市长上任的时候台北市的资源也是多啊 也有给那些网红资源啊 但问题是人家是中央耶 你是台北市耶 对不对那个金额大小还是有差 所以一笔之下 大部分还是又被买走了 然后原本帮他操作网军的那些人 还是又回去民进党了 譬如像林赫敏不是就回去了吗 所以现在不要说国民党怎么没办法啦 什么的我跟大家讲 如果当国家力量介入的时候 甚至司法的力量介入 明明网军可以侦办 他就不侦办 没有这回事啊 杨慧如的事情 你都查扣了他的手机 你都看到他的LINE了 谁下订单给他嘛 你都认同说 承认说他有往下下订单 他有洋网军去带动这件事 那谁下订单给杨慧如 这你手机你都查扣到了 LINE的简讯你都看到了 你怎么只往下办 不往上办呢 所以这个东西才是整个 现在台湾整个网军治国 一团乱的最重要原因就是 国家资源的介入 我自己在2020年的时候 因为揭露口罩价格的问题 那个时候一开始卫福部在2月的时候 释出4000万片的战略口罩 什么叫战略口罩 就是原本卫福部就采购放在那边 因应流感或是说其他疫情要用的 结果释出这一批战略口罩的时候 一片8块钱 大家记得吧在超商里面 一片8块钱 然后说春节期间 超商要有人力什么的 不好意思 春节期间超商原本就有营业 不管有没有多卖你那个口罩 好了反正讲了一大堆 后来我接到检举 有人给我一份卫福部那一批战略口罩的 完整采购合约 还有公文 一批的成本一片的成本是0.94元 那你几乎将近卖快要10倍给民众 而且是在防疫的时候 好了那我也没有把这份合约完整的揭露 我只揭露那个公文 他发给这个内部的公文 说我们这批战略口罩是0.94 这件事情揭露之后 网军就铺天盖地的来 大家只要看平常你的留言可能 顶多100个就算不错了 那一天晚上涌入4000多个留言 在那边盖了 那就不对劲啊 对然后我还很无聊的 跟他们比赞到半夜3点 你看我这么白痴去跟网军比赞 但我气不过嘛 好那时候我还没有联想到是网军 我以为就是这个一般网友 对民进党的支持者疯狂进来 然后两天之后 两天之后当我在继续挖其他的 的事情的时候 我有一天晚上就接到了这个 我民进党里面的一个朋友的 这个电话 他说你不要再弄这件事了 他们已经下了一个order 要专门打你 就是我刚说的开口合约嘛 我钱都先给你们了 利用国家的各种标案的明目 先给你了 今天叫你打游淑慧 你就去打游淑慧 今天叫你打许巧新 你就去打许巧新 这个在公务的术语叫做开口合约 我先一笔钱给你 不指定执行项目 今天随时要你干什么 你就给我出征这样 所以他们就说 他们已经下了一个order 要专门打你了 而且要考虑叫卫福部告你假讯息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一种恐吓嘛 因为告的成告不成无所谓 他们要的是一个新闻标题 叫做卫福部提告游淑慧 散播假讯息 所以你说这个操作多绵密啊 一环套一环啊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说的是2020年的故事 这两年卫福部告人 是不是都用假讯息去打 好啦 因为他只要你那个新闻连接点 然后网军就可以到处再去散 做梗图说 刘淑慧散播假讯息 后来我就跟对方讲说 我告诉你 我有完整的合约书 只要卫福部这种公务部门干 配合你们干这件事 我就开记者会把所有的合约书 全部公布 内容全部公布 所以后来这件事 他们当然就不了了之 那事后党内的一些前辈跟我讲说 你就应该不告诉他 让他告 告了以后你再公布 我说我那时候刚从政你知道吗 我觉得被告或是被这种网军威胁 你其实是会怕的 你其实会怕 所以过去国民党很多政治人物 大家如果印象还记得的话 当被这种网军攻击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是关脸书 先暂时关 对 要不然就是把留言功能先关掉 让你不能来盖楼 不能来这个骚扰 过去国民党都是用这种方式 然后确实他的网军就达到他的目的 哈哈你会怕 你看你关了脸书 你不敢再讲了 可是我们从这两年开始 当然我们还是幼稚园生 但我们也组了一个群组 我们也组了一个群组 就是我们这些比较 青壮世代的民意代表 我们也会交互去资源 然后去导流 然后去做一些工房 那当然这些都是属于不用花成本的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以上快点购 买这个污化器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